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C基金的李奧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施生英先生 你好 今天是7月5日 剛剛G20結束 發展形勢比我們想像中好 我算早看好一點 所以我輸了一頓飯 他當時說三千億要收關稅 我說他靠客,一定不會 如果加,我贏,不加就你贏 現在導演團隊全部有餐飯吃 不過不可以說你輸 因為我說了,不會加 所以你要輸,讓我選擇了有利的位置 當然大家覺得形勢好了 其中一個說法 美國的策略是沒有那麼硬 大家想,是否跟特朗普要選舉有關係 我相信現在不能說他沒有那麼硬 只不過是願意再積極去談判 另外他也放了少少聲氣 其實也是半真不假 會讓美國公司賣零件給華為 其實不是 最後他說,是沒有涉及國家安全 但實際上華為已經被他放在黑名單上 如果要打破黑名單不容易 接下來走下去會否較容易談判 我相信在大選之前 他一定要保留 還可以談判這個狀況 才對大選有利 現在是2019年7月 正式要選擇是明年11月 有十多個月時間 每逢美國總統大選 載人上連任的總統 都一定是用盡他的辦法 製造一些對他有利的因素 我們也看過過去多年美國的股市歷史 通常在大選之前那一年 其實表現都好 通常是因為剛才施先生說 政府想練任的人 做多些功夫 刺激一下經濟 讓大家開心一下 投票也投得開心一點 不是,開不開心 做得好才給你 甚麼情況做得好 你當然要證明自己是推動經濟發展 方面有成效 經濟有時要統計數字 普通人都不太懂 最容易懂得是股市 股市升 特朗普也不止說了一次 即是說利他 股市升 代表我 他提及過誰股市跌的話 還要寫著上太空 差點寫著 寫著上太空 去年12月都差點寫著上太空 所以突然轉換 所以我相信他 就會令到股市 處於相對好的狀況 不會說大選就來了 股市拆稅 對他很不利 怎樣可以令到股市升 其中一個就是要利息 不要加 還有選擇 正在之前說過一個新聞 原來白宮研究過 可否炒了鮑威爾 鮑威爾不用研究 不能炒 最近特朗普也周圍煽風點火 由歐洲 飛機又攪一攪 亞洲也有 最近亞洲兩個國家的關稅 即是鋼鐵關稅就要加一加 可能玩慣了 攪一攪 人們覺得世界經濟 會有機會搞和 如果有機會搞和 聯儲局就要早點解釋 買保險 不要讓他搞和 所以他一方面想股市好 一方面又嚇鬼 令聯儲局在貨幣政策上要寬鬆 市場上高至少 共識7月左右會減息 所以我自己看 接下來這段時間 香港股市向好機會多一點 當然近期來到29,000點 樓下好像衝來衝去衝不破 其實已經升了幾個星期之內 我估計在這段時間 都是徘徊一下 積蓄力量 再衝的機會是多一點的 例如剛才我說 如果美國股市好 大環境也會對香港有利 施先生 有一個說法 因為過去一個月 特朗普為了要準備選舉 很緊張自己的民望 民望稍微落後 所以他特別緊張 所以很多事情 就變成希望做好 讓選民支持高一些 現在會否有變化 我自己看 這次美國總統選舉 特朗普連任的機會率是高的 因為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推出了很多新的做法 新的理念 有些是進行了一半 都未曾完成 在這個時候 換過另一個總統 走過另一套 變成他之前所做的事 前功盡廢 這對美國本身也不好 我自己覺得 雖然很多人覺得特朗普亂來 但他所做的事 應該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 也得到美國多數人的支持 他才上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自己覺得 權衡利害之後 美國人選擇特朗普連任的機會 選不選擇特朗普連任 除了投票之外 美國很多既得利益 財團的取態都很重要 既然他們選擇特朗普 沒有走過一套新的策略 只能走到一半 應該會支持他走下半段 之前付出的才有收獲 所以我自己 譬如你輸到上次 三千億收不收稅 我亦敢跟你輸到特朗普連任 又多一餐飯 幫餐延期才輸勝 選舉過程中 可能民望有時上有時下 但我看不到 民主黨有什麼很強的對手 現在民主黨不止七國聯 十幾國聯 很多人出來選 他們都很早期 當然一些人是 他們黨內選完 就開始組織 奧巴馬年代 我早就看到奧巴馬出 為什麼呢? 我可以說說 當時他還未競選前 我在某些場合聽過他演講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以黑人來說真的很聰明 表達能力、說服力都很厲害 所以我當時也有留意他 如果他出來選 特朗普選我就猜不到 我到很遲 我才看他贏 最初 如果大家回顧特朗普 到最後一天 大家都是50-50 如果大家記得 最後一天 我已經發了很多 WhatsApp 給朋友說我的看法改變 今次你覺得買去林莊可以嗎 可以買去林莊 或言率超過50%以上 對於大部分股民來說 最重要是美國發生的事 對中國、香港的影響如何 特朗普想連人 這傢伙 他是無所不用其極 出口術 甚麼都做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切發股市 賺在對他有利的狀況 這可能是對美股 對中國有空的時間 如果中國 他最中間要弄低中國 但在這段時間 他要競選的時候 如果中國 經濟滑波 都會拖累美國 所以我認為這段時間 太強烈的波動 未必會有 如果出現一些重大事情 他要去調教難度高 如果一般情況 都相對在可控的範圍 沒有甚麼大波動 他出口術 都更容易產生效用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們中美關係 現在有些階段性的和諧 階段性不嚴重 但是很和諧 不會的 因為他也不會讓美國人覺得 已經跟中國搞定 他要讓美國人覺得 留他在這裏 繼續跟中國戰鬥 而他讓人覺得勇於戰鬥 亦有機會戰勝 他的位置才能保住 始終在特朗普眼中 中國是一張很重要的棋 是一張牌 看他甚麼時候打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生 各位朋友 如果有興趣 重溫我們的節目 或了解關於私基金 歡迎到以下的網址